臭宝寄过来这么大一个快递 看快递是不是跟电瓶箱差不多 我估计这位臭宝买的时候 跟电瓶箱差不多的价格 为啥呢 我看了十几个头 应该是它也是在价格比较贵的时候去买的 这两颗差不多得要 将近小两千吧 得一千多块钱啊 有话说了 万一这个还能救活吗 先打开看看什么情况 这是收到历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快递了 不过很不乐观啊 这位臭宝 估计要尬了 这水多你看到了吗 只要是这种发黑 看到没啊 看到没 下边 下边都已经烂了 云南昆明接过来的臭宝 这已经嘎了 我当时要在昆明的时候 我就去你家给你整一下的了 这个已经嘎了 没必要了 接过来也是 浪费钱 你这咋给它救 你看 这是晒糊的 这里啊 这是晒的 这个是水大鳄的 那就总体来说 浇的水太多 宝莲灯 就是就我所知 几乎养这个的花 有没有汗死的 还没有碰上有汗死的呢 都是浇水浇水的比较多 怎么行刀片这么慢 它用的椰康啊 它这个可不是缺水 它之前浇的多 你看里边 浇水浇的太多了 这都没用了 这个都得削了 这颗还能救一救 那颗是基本没救 这颗是没得救了 这个土不行啊 这个土不行的 臭宝 这个土不好啊 松软是达到了这个条件 但是没有做杀菌处理啊 这种发黑啊 一般也是感染的真菌啊 应该是之前水很大 后来你空了是吧 能剪动吗 亲 我把这全部剪了 先剪了 立于观察病情啊 太惨了花友 这里也黑下来了 它是木本的臭宝 偷偷看根系里边 这就是孩子欧根啊 你用的花瓶很深 你看底下 你每回我不知道咋回事 我由此可以判断 这位花友呢 应该是用了个托盘 里边老是积水 它下面很湿 你打开这个吧 这个用的土就很麻烦了 这个是洗根换土了 这位臭宝 这个就是干板的 晒的 烤焦了 这个没什么希望了呀 这个土是后边换的 花友 这个土是后换的 这个已经嘎了呀 花友 这个没得救了 这一根 这个没救了 这一个希望也不大 送咱家给它挑个保连灯吧 送给它一个 我交给一下 这位花友 究竟怎么种 去挑个好看的保连灯 过来咱家的 大点的 拿一个过来 重新浇一遍 这个土不是不能用 是可以用 然后呢 很多的花友说 老花一 你看这个花友 这要死了 寄过来了 其实没什么必要了 在那那的 你一定要理解 其实花友们 想要得到的呢 是学会怎么养那个花 花盆呢 这个是可以用 这位花友 是完全可以用的 我还是用它这个花盆 还是用这个桃利 还是用它这个土 这次呢我再重新给它种一下 重新给它讲一讲 让它学会怎么养 那这个 这个花友 应该是发现 要嘎了 要不行了 然后及时的去买的土 又重新种了 其实保连灯还比较好养的 有的话 保连灯好养 你到时候给我养一颗看看呀 你得室内 有种别在棚里 我跟花友们说了 马上也到了冬天了 天气也会比较冷 然后呢 我就会在屋里边给大家做挑战 找我妈要一个最大的保连灯 最好的 找你扫这也行 我把它的所有的桃利啊 给它规制了一下 但是桃利垫的还是少 你知道吗 这个花友 其实你像这个花盆 你种另外一盆的话 这些桃利 哇 这些是刚刚够 看到没 能感受到吧 就是这个花盆的话 不是不能用 是可以用 但是桃利垫的太少了 我看得出来 这个桃利还是我们家的 这个土也很像 应该是买到我们家的那个 没掺的那个泥炭 那个颗粒大的 但是下面的这个土 就是很松散的这个康土 这个不是我们家的 就种这盆的 这个不是我们家的土 这个像是我们家的土 然后呢 它是等着一颗快不行了 才换的 一开始种的时候 就要讲究了 明白了吗 这个臭膀 这个臭膀 你这两个宝莲弄 基本没救了 然后呢 我拿一个新的 给你做一下演示 视频最后呢 我也会送给你 鼓励你一下 现在老花印的意思 都是为了 让花盆把花给养活 用土在一块 一定跟花盆说 这个土是可以用 它这个土用得蛮好 不过种的时候 还上第一步 花盆如果很深 看到没 这个花盆就比较深 一定要垫桃利 这个东西就像人穿鞋一样 都要有鞋垫 要透气 收到手以后呢 检查宝莲灯 是不是该换盆了 根系长满了 务必要换盆 就这种根系长满了 用土 老花印的通用配方土 完全可以用 OK没问题的 这个是可以的 它用的 这个土是没毛病 另外那一盆 那个土用的不好 土的话 就老花印的通用配方土 先垫底 这是你们收到健康的 花的一个养护示范 垫底 之后呢 加料 肥料是可以加的 通用型的缓湿肥就OK了 可以加到底下一些 这个不影响 笔划笔划 差不多 再垫一包包的一层土 稍微搅拌一下 也要浇水的 这位花友 这个水还是要浇的 你看这位花友 买的时候那么贵 为了省钱 或者是不会养 你再寄过来 里里外得花多少钱 你要关注一下老花印 你得省多少钱 这个呢 就算种好了 然后呢 太阳是可以晒 别暴晒 你像我们这个摸着呢 还是有点干 就可以暂时不用浇水 关键的一步来了 如果说很干的话 是一定要浇水的 关键的一步来什么呢 用杀菌药 一定要用 你别问为什么 看到没 稍微多来一点可以 你家里边有孩子 有宠物啥的 你就溶于水灌上 这样就OK了 再会我先帮你养一小段时间 我们这边正在下雨 这样子我给你寄过去 然后呢 旁边这一盆 老花印 毕竟也不是那很大的老板 没办法送你两盆 这个盆呢 我就留下了 那盆我就给你发过去了 然后我就不来回给你倒腾了 这个呢 我给你做一个演示 大概的演示一下 垫淘粒 垫的时候 一定要垫到这个位置 看到没 得深上来 得至少20厘米左右 得垫这么高 至少的 因为这个花盆太深 你大概就垫到这个位置 大概其有个笔吗 有个笔才好 就大概 哎 行不用拿了不用拿了 我划个钩就行了 就大概这个位置 能看到吗 就上面这种 就大概这个位置 一定要垫到这么厚 然后呢 这里垫一包包的一层土 在上面弄 差不多也就是 一定要上来 你之前垫的有点少 如果说这么厚的土层的话 就不挂晒了 这个花盆呢 我就把这个 还有一丢丢希望的 这个给你种上 然后活不活的吧 进人事听天命了 行吗 老花盆的土 加杀菌药 一定要加 肥料就不要用了 杀菌药 再来一点 再把剩下的土加上 等会儿下雨啊 该浇一遍水啊 我就扔到外边 让它见见雨水吧 免得我浇了 雨水其实蛮好的 但是现在季节有点凉了 存起来 你看我这个里边全是雨水 我放了点水葫芦 时间长了也不行 雨水要做杀菌 这个啊 我给你寄回去啊 然后呢 种法我也交给你了 以后的养护呢 就是 我给你发过去 肯定是要浇一遍水的 以后呢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你怎么样判断干丝啊 我教你一下 拿一个签子 就是竹竿吧 类似的 吃烧烤的那种 你插进去不是 拔出来看 那个干了你就浇 这个小黄二号呢 我就送你了 你每个月浇水的时候来一下 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一年都不用管了 至少到明年五一 你再去试肥就可以了 肥料我已经加到下面了 就不用再试肥了 每个月左右来一次这个 你再养养试试 好吧 够意思吧 希望这位花友呢 正着起来 花不是养不活 是没掌握住方法和技巧 是没有关注老花衣 我是老花衣 洋花最長衣 记得接受你的快递 来了 来错吧 嗨 嘿嘿 嘿嘿